有些戰士會炫到你完全受不了 我在想他有可能是那種戰士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留一個交友 有一個嘲諷 這手牌也不是很好 不過搞不好我們可以建立兩個卑劣金曲領主 直接把他燒到 放棄遊戲之類 他是衝刺喔 NOOOOO 完全沒反應 所以他們有個5費4-4衝刺 然後會加2-2 4費5-5衝刺 沈默 OK 你的魔法無法可救 靠你也被也進去領主 其實這樣子繳沈默也不是很好啊 我說實在我覺得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選擇啊 嗯...我也這麼認為 呵呵呵 其實鴨魚 魂火我搞不好可以維持場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兩個殺光球弩之類 嗯... 6... 8... 9... 呵呵呵... 這樣到底好不好啊 這樣是可以跟海巖人COMBO啦 然後前面 就我們還有 狗端圖書館裡面跟DM小鬼可以COMBO 這裏面上可能還行 呵呵呵呵呵呵 煩惱水晶打不乾 呃水晶沒有辦法全部用完嗎 那你要不要考慮一下鴨魚呢 呵呵呵 The fuck 等一下贏了對不對 我們格子會不夠 呵呵呵呵呵呵呵 是R4啦R4囉 呵呵呵 所以我要用魂火來處理他的三配四次 然後希望他不要丟一些 喔等一下 什麼鬼 呵呵呵呵呵 我以為他是基數賊 他是奇蹟喔 奇蹟為什麼帶雲白石蟲 喔 這也行啦 不進場手下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要節奏這張 很明顯我比較想要有薩鋼球弩啦 不過 有時候 然後 人生是不能選的 呵呵呵呵 又費3C體質其實也不會到太差啦 只是現在這個手牌其實還蠻差的 有點被懲罰 哇喔 完蛋了 呵呵呵 這叫 破法 如果拿到薩鋼球弩我應該會抽牌 他是把任務換掉的嗎 應該不是欸 他應該純粹就只是快攻 我覺得 看起來純粹就只是快攻 好 膠油好像也不錯 神牌 這張 這個閃電也是絕Bug 他已經被沉默掉了 三小 半沙花 OK 他算是 某種節奏子欸 嗯 所以我們等一下做6111 呵呵呵呵 嘲諷吵起來 暗沙花 我現在抽到一個一費手下等於說可以降 巨人的費用 好複雜喔 很厲害 不然你要出哪一張啊 出這張的話 我們好像會滿長之類的 應該是出這張吧 把你的心臟交給我 好有趣喔 我們等一下應該要扁DK吧 我其實不知道確定 好不好可以再抽一張 可是現在其實會有點怕炸雞之類的東西 我們也沒有默契所謂啊 應該先扁啦 我們有一個悲劣金巨靈組跟兩個這個 哇他當真把這張送回來 這不是要我出兩個海巨人的意思嗎 飛舞刀刃嗎 沒有 這比較穩的打法啊 因為不然說實在我們有可能會被 炸雞之類的東西打爆 我輸了 做得很好 散戰 鴨魚大成功 應該是錢壁凱咧啊 我還在想有什麼理由不錢壁凱咧 完全沒有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可是因為我們手上還有狗頭圓圖書館的理由 所以其實 幾乎沒有什麼理由不錢壁凱咧 誰會T2原始雕吻啊 其實我們三費現在沒有什麼好手下啊 什麼鬼啊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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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測企劃之類的嗎 應該 十字八九是 那個 蹦蹦蹦吧 是有可能不是 等一下這個是 賽道嗎 不是 這個鏡像才是賽道 都是蹦蹦蹦對我影響其實沒有特別大 我覺得 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惡意會被英雄力點掉嗎 哼 等一下應該是做這兩個 除非這個真的很好之類的 可是應該蠻少的狀況這個真的會很好 他又是蹦蹦蹦 喔不是 OK 快攻法 蛤 女巫是騙子 女巫是騙子 這法反喔 敞攻十九了 這樣應該還是GG了 有任何狀況我們不會贏 沒有吧 沒有吧 讚讚 凱雷您又來啦 哇 這個手拍 又是一個前臂凱雷的節奏 呀 洩落 毫無疑問 前臂凱雷 OK 其實這個對決有可能會用到押餘喔 先抽 其實自殘的有點嚴重 呵呵 打自己臉5滴 打自己臉5滴 抓出兩個手下的話我們就可以出海巨人 兩個交友 應該是某種元素殺 直接請我啊 把他內缸扣 把他內缸扣 呵呵 已經叫斬了 這六攻對不對 呵呵呵 治療之魚有沒有 沒有 下去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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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喔 GG 好噁心喔 擺放位置應該沒有影響 所以這邊是查莎德 這樣應該蠻有趣的 沒事幹 查莎德 呃 哇操 呵呵 呵呵 哈哈哈哈 好所以他這裡理論上要出那個茶沙 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不過我們這裡慘功使得13呢 17隻也還好 16 我在想他有什麼給一給嘲諷之類的東西嗎 所以他有帶 他應該也不會帶那個兩費東西啦 但沒有日怒因為他應該也是凱凱雷雷 帶凱凱雷親王 然後也不大可能帶阿古斯吧 應該不可能吧 就算有阿古斯我們這裡也有沉默啦 所以我覺得 GG 下去 呵呵呵 哈囉大家好我是沙安隨之今天的鴨魚入術 那這一副最特別的地方是我帶了一張鴨魚啦 呵呵呵 那其實主要是來試一下這一副到底適不適合在入術裡面 那我覺得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因為其實這一副帶了13張一費的牌 然後其中有9張都是一費手下 因為有兩張死纏跟兩張混火嘛 所以其實 鴨魚可以讓這些就是 你如果T6 準時壓下鴨魚然後你有場優的話 這張基本上是一張讓你 可以贏更多贏更快的牌阿 然後你就可以 所以就是永遠都把水晶打滿 然後場面撲到最大 但 夢想combo我是沒有做出來的 就夢想combo是 鴨魚然後撲一串海巨人這樣 嗯其實也是有可能做到啦 就是 鴨魚然後 2-1 可能 一費手下然後 2-1海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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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呵呵 是有可能啦 對 然後鴨魚如果活過一輪的話 也可以出兩個魔鬼守衛 或是兩個金驅靈主 來幫助我們過爆 就是有爆發 或是比如說沉沒兩隻 甚至還可以出一堆凱的騎士親王阿 我 我不知道那樣到底好不好 呵呵 就是了 對 好啦 那今天的 影片其實就帶來到這邊 其實 這裡面比較 就是 可以打問號牌應該是 比如說木色蝙蝠 或是 呃牙蟹落 就三費其實還是有點弱勢 然後 鴨魚也可以稍微打給我們 好 你可以不帶鴨魚 就帶牙蟹落就好 其實也可以 好啦 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因為大家可以按讚 可以按讚 一下 可以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